妳是怎樣 蛤 畫面一陣混亂 男子從駕駛座伸手過來 做事毆打她的妻子 嘴裡還一陣怒罵 我給你 我給你 吐 仔細看男子開車 單手控制方向盤 另一手用力抓住 他妻子的頭髮 你好 阿嬤 他還要上來嗎 妻子氣不過 把自己的遭遇 錄下來PO網 雖然離婚了 男的還是放話說 不會讓他好過 這種被打的日子 他已經過了17年 不少民眾直呼太誇張 怎麼能夠忍受 而男投這對夫妻 也令人傻眼 你準備要打你了 是不是 把人當作沙包痛 甚至勒住脖子 把太太整個摔在地上 公開的場合 老公打老婆 根本無視旁邊有人在看 心境囂張 但受爆多年的妻子 都不願意求助 說他去找別人求救的時候 或是跟其他人講的時候 好像每個人講的事情 好像對他都沒有什麼幫助 所以他就會默默的覺得 那這樣就好了 然後或者說 不要讓小孩子受傷害就好 就等等等之類的 就會慢慢的越來越退縮自己 一個老公連懷孕坐月子 也不放過他 忍受17年的家暴 另一個則是三天兩頭起口角 老公時不時也動手打人 打完卻像沒事一樣 警方表示無奈 被家暴的人沒有申請報案 警方也無能為力 只能由目擊者通報家暴中心 介入了解 盡力避免類似的狀況在發生 記者公益的宏建民 李若真 南投台中採訪報導 總會是ened 撐了解 除黑 National 幕為監製 綸